主持人張立東 今天會有很多的好康的給大家 現場有沒有很早就來排隊的 有沒有 幾點來了 早上六點 太好 很早很早很早 那今天呢 給大家介紹很多旅遊的資訊 還有好康要給大家 所以務必請大家待到最後 那活動的一開始 我們先請大家觀賞一段非常精采的影片 麻煩請讓目光移到大螢幕上面 這是我們的最可愛的小導遊 歡迎鬼鬼 耶 鬼鬼 來來來 我們的攝影大哥先來 性感 可愛三點拍 一 第二拍 第三拍 玩出屬於我的日本 好 中間 視線看遠一點 好 視線看遠一點 好 視線看遠一點 因為我後面有一些攝影大哥 OK 我們今天好像結婚了喔 好 可愛 好 那我們 前面嗎 前面 前面的大哥 OK 可愛喔 好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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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們接下來 來 拿出我們這個 slogan 這一次 日本觀光局跟我們亥利業中 一起聯名的 玩出屬於我的日本 我們旅遊分享會 希望透過回歸 還有我們這個 原號浩哥 一起推廣日本 左邊 來來來 啊不要拍到我嘛 沒有啦 要貼心 重粉重粉 貼心貼心 嗨 嗨 來來來 來 後 還要拍我的也是可以拍 因為我今天特地裝了一個好 那個把琴拍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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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因為你們看女伴很重要 嗯 但我覺得浩哥OK 你們中間有 浩哥是個帥哥啊 我到底去我 不用亂一直看帥哥啊 喔 對吧 閃根賞 你們覺得當地都帥還是浩哥帥 閃根賞是我卡古人 他騙你的 他騙我的 好啦 很多好玩的 等一下我們就要分享給大家了 那等一下呢 要注意聽我跟鬼鬼閒聊 對 而且今天這個閒聊不是說 只是閒聊 是因為等一下後面會有遊戲 那你答對了你就有獎品 那你答不對的獎品是別人的 對喔 而且這個都是限量的 對 讚也不會有了 對 好 就是等於是你可以參與他們這個旅程 對 因為今天有時候有些這種活動 大家會放空嘛 對 什麼時候講到重點什麼時候 今天每一個細節都是重點 都是重點 然後希望現場來的人呢 一定要仔細看 對 不是只有看我跟張立東 沒有啦 對而且你也可以從中間 了解到很多旅遊資訊 對 而且如果以後你們想要跟朋友去玩 對阿 我覺得這個影片對你們的幫助會非常的大 對 你也可以選擇我們中部地區 對對對 南九州地區 因為中部地區其實我是第一次去 喔是喔 對 那這一次去的地方為什麼是第一次去 呃 我之前有跟我媽媽去 那你有去嗎 那我很後悔沒有去這些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這些是 那是你的問題啊 對 而且這些是秘密景點 喔 他們特別精心安排的 對對對 算是 所以有別一般的 比如說觀光景點 不是喔 對就是有一些比較 不一樣的景點 但是也算是觀光景點 沒錯我們現在就跟著我們的可愛導遊鬼鬼 一起來看看他們去哪 哪些地方 好的 那聽我們講解仔細聽囉 好 來喔 因為到底卡多久 因為卡 你們去的時候是幾月啊 嗯 去的時候是三月吧 三月 現在也是 喔五月 幾月去 沒有 因為我跟你說 其實今天這檔 這場活動對我來講 有點不是那麼容易 是因為 平常我就是上來 把產品的重點 講一講就好 但是我今天上來 是要把所有 有點像是 在把我們的粉 他有一點是假博師 沒有啦 有啦 所以你們要好好聽他講話 其實我要把重新講故事 講給你們聽 然後讓你們可以獲得這個獎品 所以我要講的不能太差 是 好來 首先 好這是機場 第一站 到達的機場 中部國際機場 對 然後因為其實我是第一次飛 中部的國際機場 那基本上 好像我記得是兩個小時 就可以到了 兩個小時零幾分啊 對我記得是題目 嗯 但是這個不會在題目裡 你們只要飛很快就好 是 那這個中部機場 是位於日本的愛知縣 對 愛知縣 愛知縣喔 我講兩次喔 如果你們愛我你們就要知道喔 愛知喔 愛知縣 對 愛知縣 對 要記住喔 對 所以很棒 因為他在中部地區嘛 所以你要去比古屋啊 都在 吉父啊 長野啊 或金剛啊 都是 對 對 你不要講其他的了 我要推廣 就是因為他在中部 很方便 但愛知縣很重要啦 對 我好像幫助一個老人在附近 好 來 接下來 第一個景點 這個景點我覺得算是官方景點 然後我覺得它叫做 上面有寫嘛 峻上八番城 厲害 大家中文都看到 有人去過嗎 有人去過 真的喔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景點啊 對 然後裡面其實它裡面都是很原木的 是 然後裡面呢 它就是可以看到整個它那個 八番城的所有 所有 然後等一下會形成一個形狀 是 那現在講 當然要講啊 有 有 沒有 因為這個峻上八番城又叫天空之城 對 天空之城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地方 就到最上面的窗戶 天守閣 最頂端 從上往下看 會看出一隻魚的形狀 魚喔 魚喔要記住喔 魚喔 不是鳥喔 魚 是 而且你看 你們在這邊 你們在這邊平地拍 就可以拍出那個城的美觀 然後你又可以走到天守閣 對 往上面再也往下拍 又是不一樣的景色 魚 而且在這種比較古蹟的地方 對 我會比較想笑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我有沒有辦法幫你接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還是要活絡一下景色 哈哈哈哈 好 大家要記得喔 對 接下來 這個厲害了 這個是 巨男 墓 墓 墓女 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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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們可以選擇你們喜歡的圖案 然後去做這個木機 專屬你自己的木機 對 然後它就是會有一個好像不葉城的感覺 喔 因為它是日本三大魚籃屯木之一的駿上 對 就參加 穿著這個木機 參加他們屬於他們自己的祭典 對 然後也是大型的嘉年華 沒錯沒錯 對不對 而且他們這個木機的製作過程是不是也不容易 其實還好我就棒一棒 沒有啦 我覺得榜一榜算只是講而已 但是他 我可以講一個故事好了 這個老闆其實不是當地人 他是從好像別的地方來 然後他才36歲還37歲 他是幾年前他喜歡上這個文化 然後在這邊開了一個這個店 所以他算是一個很喜歡文化的產業的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他蠻不一樣的 是 對 而且一般的木機啊是用山木或桶木製的 這邊的木機他為了堅固還有美觀 他使用了快木 快木 他是不是快快 快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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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快木 因為一般Hinoki對 快木比較高級 對 而且走上 穿上快木就會走比較快 是嗎 就快木 而且他們的鞋底的高度也是比較不一樣 多少 50mm 50mm 就5公分 50mm你要記住 50mm巧克力喔 50mm 50mm 50mm的快木 其實我們這樣講的那個 我們還是把咖啡講出來 沒有啊 就是要讓他們知道這些多好 50mm 然後用什麼木 Hin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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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來了 這個我就 剛剛一直看一直流口水 這個我覺得是 我覺得最開心的一點 是 來來 你們知道第二個字怎麼唸嗎 現場都五魂學很好耶 厲害 飛脫牛茶 飛脫牛 就是在那個當地是最有名的牛 然後他的牛就是 油脂跟那個不油脂的地方 然後是分配的非常的均勻 嗯 這怎麼講 就是它是屬於那種 A5和牛等級 喔對對對 它叫和牛等級 然後 像我們那時候去 剛剛有看到影片嘛 它就是像鐵板燒 然後它一道一道上 然後吃到飛脫牛的時候 有覺得很驚訝 它真的是 因為其實我平常不太喜歡吃太油的牛 那飛脫牛就是入口即化 那也不會膩口 嗯 對 而且這麼高級的 你這到A5和牛為什麼叫A5和牛 為什麼 不是笑話嗎 不是 這是有根據 你可以問一下那個牛先生 那你問一下他 因為A5和牛 我問 我問 A5和牛 你為什麼叫A5和牛 因為他只要一吃到嘴巴裡面就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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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次 這個等級 你就會變A5和牛 就這麼高級 好我們看下一個 好 來了 這個也是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也非常推薦大家去 真的 吃完這個 欸 欸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一個溫泉算是溫泉飯店 然後呢 他有露天的溫泉 然後他室內其實也有溫泉 而且那時候我有問他是他的單價 我覺得在 呃 你有在工作之下 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是 不是天價 是可接受的範圍 呃 西比斯很高啦 對 然後 對啊 而且跑這種溫泉 就是你要感受到就是 上面涼涼 下面熱熱 這種感覺 露天溫泉 可能上面還是熱熱 沒有 因為晚上換還是很熱 很舒服 那我覺得露天溫泉很棒啊 就是很舒服 對對對 而且你看他露出了這種 有有 對還有叉叉咪 龍龍的合適風格 而且這 就可以找喜歡的人一起去 你講的就是怎麼變態的感覺 不是 因為這個是合適啊 我還沒看 就可以說我們很合適 我剛剛講什麼啊 講這種 很合適 這個水泵園裡面還有提供免費的浴衣 可以穿 哦 就是因為其實我有在裡面有穿浴衣 所以你們去如果你們想要穿浴衣 他們裡面有免費的提供 是 就是龍龍的日式庭園 還有這個都是大量 他們就是飛駝當地的 這個飛駝的餐廳 就在這個的一樓 沒錯 對 所以是一次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哈哈哈哈 這是一跳玩到很棒 是是是 來來來 我們接下來繼續旅遊 這個呢下雨溫泉 算是日本的三大嗎 還是五大 三大 三大溫泉之一 然後 為什麼他叫下雨溫泉呢 因為下雨的日文好像叫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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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 這個聲音很像什麼動物嗎 青蛙 我們都知道 等一下 你們是不是有些 你們是第一場啊 你們是有看我們的檔案是不是 對啊 為什麼你們會知道 是 然後所以在下雨溫泉的所有的溫泉街裡面 都會有很多很多的青蛙的周邊 青蛙就是他們的吉祥物 是 所以那時候如果你們真的有去的話 你們可以跟我跟浩威玩一個一樣的遊戲 就是你們可以去下雨溫泉的整個那個地方裡面 尋找各式各樣的青蛙 喔 它不是只有在牆壁上有 它會出現在你遇上不到的地方 遇上街邊 都有都有 還有各種那種雕塑 對對對 你們可以去找尋看到底有多少青蛙 在這個下雨溫泉裡面 是 它是日本三大溫泉之一啊 因為它要富含很多的礦物質 對 所以就是美人湯 對 越泡越漂亮 然後那個那個照片 左邊那個照片呢 比較特別的是一個 它是一個免費的泡腳的地方 然後它是在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那個 那個橋下面 嗯 那怎麼稱呼 橋下面那個是什麼 橋下面 有點像是 橋下面 很合體 合體感 然後它裡面有一圈 它是專門讓我們去泡腳的 等於說你從橋上面看 它其實算一個豐富的自然景觀 對對對 然後它是唯一圈 然後它是天然的溫泉 喔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泡腳 是 不用錢的 喔 沒錯 那因為這邊呢 你看到你拿著手上拿著這個什麼 喔 那個是一個溫泉的一個 通票 對 然後這個通票很厲害 這個通票可以去三個溫泉的地方 是 泡溫泉 因為他們是一個 這邊是夏米溫泉是一個溫泉森地 對 所以它整個就像一條溫泉街 對 還有很多的泡溫泉的商家 對 所以只要有這個通票呢 對 你可以任選三家 三家 泡到你 對 然後它好像是有半年 半年 就是這半年 你可以不要歡迎一次泡 是 你可以來三次 你就可以泡三次 對 但他們聽說有些人買這個票 是說 他早上 他先泡一下 吃個飯 他裝了會泡一下 喔 然後吃完飯 下午再泡一下 回家睡覺 也是可以 然後泡完之後 那個御守 就有點像御守 就可以當作是留紀念 喔 變成一個紀念品 對對對 很棒 來 有樂證聽嗎 有嗎 有嗎 這個可以泡幾次 泡幾次 來吃 那青蛙的 青蛙怎麼叫 青蛙 那青蛙是哪裡 青蛙 青蛙 好 算是有三個 哈哈 好 接下來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 這個 這個算是 比較日式復古的早餐店 然後在日本的長輩呢 都一定會來這邊吃早餐 沒錯 你看他們的那個 裡面的建築風格 對 這個濃濃的 像那種昭和風的感覺 有有有 然後裡面像這個紅豆的 跟炸餐 就是必點的 是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炸蝦這個 啊 對我覺得很好吃 也適合全家大小 對然後 因為有鹹的有甜的 對有紅豆泥 嗯 還有炸蝦 吐司 是 對 而且吃吐司其實對大家都好 對 因為四位也有錢 有吐司有腸 你在膨脹 哈哈 哈哈 欸 沒關係啦 像十個一定會有效果 欸 不許不農欸 當然啊 不是我 我看你們 你們光是這樣子側拍對不對 對 就很像在拍那種 那種偶像劇 真的 當你一去就不是了啊 呃 嘔吐劇 哈哈哈 對 看吃得很難不開心 但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對 體驗他們當地有點像日式的早午餐 對 而且我們去的時候後來這個店是爆滿 喔 濃濃的回憶 對 來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喔 三輪神社 這是剛剛投屋的絕緣 絕緣御守 絕緣御守 這個三輪神社呢 其實 我覺得他很可愛 很可愛的原因是 因為他其實 雖然他叫三輪神社 但是 他裡面都是以兔子為主 所以他的御神社牌子是兔子 然後他那個很多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兔子 有各式各樣的裝飾在這個神社裡面 是 後面那一排就是許願牆 對對對 然後他的神社就是以良緣嘛 良緣 地結良緣喔 對地結良緣 知道嗎 他講兩次的就差不多要記 地結良緣 然後 像那個御守 我們手上拿這個御守啊 呃 為什麼這個神社大家很喜歡 所以是因為 現在不是有在追星嗎 你們今天也就是某種追星吧 對 對對對 然後這個追星 這個御守是透明的 要點頭他們會看 他們都會看 那個御守是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把 喜歡的人的照片放在這個裡面 喔 然後你可以祈求 比如說你要買演唱會的票啊 你要買見面會的票 像你們今天是免費參加 所以你們非常的幸運 那平常他們都要搶票 嗯 所以他就是有點像 他們也是用搶的啦 對 提早報名 因為不一樣啊 然後就是說 你有這個御守 你就可以搶到 演唱會的票 或是見面會的票 讓你保佑 讓你覺得很開心 是 而且他有每一個 他有很多種顏色 對 有很多的顏色 所以你可以選你 想要追星的那個 專屬的應援色 對 嗯 很棒 而且去日本一定要去神社 一定要求御守 然後也可以帶一些 奧迷亞給 一些御守給家人 對 求平啊 非常好的一個行程 對 來 接下來哇 這個是大需商店街 嗯 然後其實他這個 他這個商店街 其實他不是只有這一條而已 他就是有一個地圖 然後他很大 嗯 然後他有各式各樣的地方 應有盡有啦 對對對 是是是 他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喔 四百多年的歷史喔 是是是 是日本第一活力的商店街 對 然後你看我們現在吃的就是 喔這個超可愛的耶 對 造型的吉拿棒 它是文字的吉拿棒 對 所以他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文字 對 然後串在一起 那他現在就寫 Hi and tell me 我們看得很清楚啊 那這一題不是重點 不要一直講他們 他們會說 他講他們不寫什麼 Hi and tell me 這樣 那你不會輸在裡面 好 謝謝老師 然後他還有一些大福啊 是 像是 那個叫什麼飯糰嗎 飯糰 飯糰 味噌的那個豬肉串扎 下面那個是味噌喔 對 第二個那個是一種飯糰 一種飯糰 因為我沒有去 因為我忘記什麼飯糰 對 大蝦飯糰 是 那因為民國物很有名的就是味噌 喔 一定要吃的 所以你看喔 他的那個 滷味是已經滷到那個 整個味噌醬都滷進去 這個超好吃 超好吃 那個是蘿蔔 蘿蔔 已經 他滷到已經 黑褐色像鐵蛋一樣的顏色 對 所以代表他滷了很久 因為那一家好像是一個很知名的一家 老店 是 等於說你可以來這邊 一定可以買伴手禮 對 然後也可以體驗這些特色 還可以逛街 對 應有盡有就在大需商店街 沒錯 好 下一個 喔 是因為這個是我覺得 有口水 因為其實我對鰻魚飯一直沒有 我覺得 很喜歡 而且這個是成功征服的鰻魚狂人 對 然後我也沒有很瞭解 但是我吃完這個鰻魚飯之後 我才知道鰻魚飯的好 因為這個鰻魚飯呢 他就是在這個 他叫是 花缸 他這個店叫花缸嘛 然後他 平之媽不行 對 平之媽不行 然後他平常到吃飯時間是大排長隊的 喔 大排長隊 對 大排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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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我們很幸運的是 他跟一般的鰻魚的 賣鰻魚飯的店比較不一樣的是 一般的鰻魚 我記得是 鰻魚是三吃 三吃而已 但他有五吃 五吃 對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吃 五吃 哪五吃 知道嗎 第一吃 先吃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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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第二吃 蔥加芥末 第二吃是蔥加芥末 第三吃 加芥末 第三吃呢 第三吃呢就是加湯 四十九關 第四吃就是浩哥也驚豔的這個 非常厲害的 這個 梅子加上紫蘇葉 紫蘇葉 然後加湯 然後第五吃是怎麼 第五吃就是呢 你吃完這四吃之後 你可以自由搭配 哦 好 大排他的鰻跟魚差不多 哦 是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上面有寫說 你最喜歡的第五吃 因為我可以自己選 因為他也忘記怎麼吃 但是呢 為什麼他給你五吃 因為怎麼吃都好吃 所以你怎麼配都好吃 我是說第五吃喔 我來的 對對對 因為第五吃就是我可以 像我就會鰻魚加飯 因為我不喜歡蔥 對不對 就是你可以自己客製化 對對對 像我就會一口 一口鰻魚配一口飯 單純的這樣 然後再 然後如果要再配的話 我會單純喝湯 這樣子 厲害 那整個旅程下來 你跟浩哥相處了 有沒有一些趣味的故事啊 趣味的故事喔 還是都是吵架 吵架也是多少吵啊 那因為你有發現 如果旅程好的話 其實你跟你的女伴 就不太有太多爭吵的空間 沒有我覺得旅行就是會吵架 多多吵吵啊 就要吵架 沒有你不吵你就 下次不會跟他旅行 喔 他是屬於吵 沒有有一種是忍耐心 然後就是不約他 但有一種是吵了 我下次有可能還會再約他 好 那你是屬於 我很慶幸你這一趟我沒有吵架 那你一定會一直罵我 不會啦 那因為這個行程安排得很好 所以是很舒服 我很推薦給大家去中部玩 因為其實說實話啦 東京啊大阪大阪就是大家應該去的次數可能比較多 對 但是像我就會覺得我想要探索更多的地方 是 而且這個東西你如果分享給大家 對 人家會覺得 喔 你很酷耶 你才是真正的日本通 真的就是 呃 就是他裡面介紹很細 就是你會看到不同日本的好 是 那今天這個 他們這個影片啊 在今天晚上 對 就會公布出來 對晚上7點 是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這個影片 他們這個YT 是 YT 然後追蹤 對今天晚上7點 嗯 現在這邊也有個300個人吧 那300個人 至少要有3萬點閱喔 對 差不多啦 要吧 要吧 要啦 要啦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 鬼哥東門分享這個 中部地區 是的 然後之後南九州 對 我們會請浩哥跟我們分享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給大家好康 好 來來來 我要走了嗎 還沒啦 對啦 我們等一下呢 因為他們這趟旅行 他們有帶3樣禮物 要給他們 對我們有 你們除了來 來今天有來電禮 是 是來電禮 來 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來電禮 來電禮 今天就是來電禮 來電禮 來來 問卷調查 對 我請大家打開 現在就可以掃描了 幫你們 幫我們掃上QR Code 對 然後後面如果拿這些 攝影哥哥 姐姐們 也幫我們掃一下 因為增加一些點閱 我們會獲得 Made in Japan 日本帶回來的 精美小禮物 我們還有成功 一下下問卷就好了 對 就可以獲得 真的是他們親手從日本拿回來的 精美小禮物 有掃到嗎 有嗎 都有吧 那個問卷很簡單 幾個小問題而已 好 來喔 大家認真 有有 我們的攝影哥哥都幫我們掃了 讚喔 讚讚喔 有有有 幫我們掃一下 謝謝 是 因為現在是比較E化 這樣就是比較快 不然給你們指 你們也不一定會寫 真的來過我覺得 也環保 環保啊 對 因為如果給我指像我啦 就是懶得看 但是QR Code就會 讓我們想要一個一個把它做完 而且這個禮物是限量的 從日本來的 今天會來的朋友應該是喜歡我 加上喜歡日本吧 我以為是 是吧 喜歡我 加上立東 沒有你 有喜歡立東的也可以說 有有 有 你有 你有 謝謝你重建我的信心 藝德 有嗎 有截圖嗎 有截圖嗎 好 應該都完成了 好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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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都問你們什麼啊 裡面有什麼問題嗎 去問日本幾次 這邊有去過日本十次以上的人嗎 哇 那這些地方你們都 我覺得不一定喔 目前你們看到影片的 你們有去過一半的需求 裡面這邊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那你們值得再去一次 對 因為我覺得 同一個地鐵啊 去幾次啊 會有不一樣的發現 嗯 而且有的是譬如說 你像球律手啊 或是去那個神社 再去 然後等於有點 環月的感覺 有嗎 有接好圖了嗎 截圖好了喔 只要我們要進行下一步 好喔 我們要準備要來比賽了喔 對 要比賽了 這算是一個 不是太無聊的活動 因為它有互動性 超級有序 它不是讓你們只有看我們而已 好 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嘛 對不對 除了這個 這個 拜首禮 傳見面禮之外 對 還有一個 有三樣限定好禮 來來來 三樣限定好禮 分別是我們的 現在公布嗎 等一下公布完 等一下公布完 好 我們等一下遊戲呢 會選前三位 對 就是你要快 很準 然後呢 怎麼玩呢 我們先掃描 一樣掃描 上面的 對 加入這個 線上的這個 對 現在我們現在開始加 來 這個呢 你們就加入掃描QR Code 然後遊戲的那個密碼 就是401223 對 你掃完 然後呢 輸入你的這個 我們這間的遊戲拼碼 就會加 欸你看上面已經有人加入了 有加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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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們的大頭疊都跑出來了 等一下呢 我們會進行12級的這個 問卷 對 然後呢你們要快很準 我們會選出前三名 就可以獲得我們這個 限量號碼 新美的產品 呃禮物 禮物 欸裡面有什麼 張立東 欸哪裡 張立東 哎唷 張立東 有有有有 張立東 張立東 好 我們現在能不能讓這個數字 變成有100位呢 到數了 95了 95了 欸怎麼還有人 有有有 好97了98 99 99 99 再來 要100 100 100 大家都有加了嗎 所以代表現場有100個人欸 那也是蠻多的 很多 有沒有人沒加 還沒 我們剛剛點好像是120喔 他抓還點喔 170 107 好喔 有沒有誰還沒有登錄困難的 有沒有 都登錄了嗎 都登錄了嗎 有誰還沒有登錄的 舉個手我看一下 艾滋長野 齊腹 艾滋線 還是靜鋼線 喔 答案是 艾滋線 艾滋線 艾滋生折之線 東東 東東 厲害了 我就知道我的粉絲都是聰明的 怎麼知道他可能剛好叫東東嗎 喔 好來第二題 日本三大會覺得不包含哪一個 喔 來了這有點深度喔 這有一點點難 是尤馬下女朝經 還是道後 喔 還是道後 道後 道後 對 因為尤馬下女跟草精三大溫泉 是三大溫泉之一 來了喔 東東厲害了 加油喔 東東 東東在哪幾個手一下 欸不是暗中吧 不是啦 東東舉手 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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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叫我自己很快喔 好那我們繼續喔 下一題 三輪神社以什麼著名 有剛剛有講喔 來喔 學業財富良緣還是健康 學業良緣財富健康 良緣良緣 登登 對 95個人答對了 沒錯 東東還是在第一名 喔唷 因為這個要比快還要比正確 對 不是會打到你們啦 好喔 來 繼續進行很好玩 各位各位非常熱 河牛大餐主要食材是什麼咧 你來練幾答案 來 雞肉 馬肉 魚肉 飛 陀 牛 沒錯 就是那個A5河牛 請問這個有限一個兩個答錯是都沒人在認真聽嗎 耶 喔 等一下 這個是不是我們認識的人啊 耶 對對對 第二名 好 再來 下一題 峻上城又稱為什麼 稱為什麼 天空之城嗎 還是天空之 天 喔 答案就是天空之城 97個人答對 是的 是的 我們12題 即將邁入中間喔 要準備進行第六題 欸我有一個問題耶 剛剛東東不舉手 但他等一下還是要上台啊 我可以帶領啊 有沒有 怎麼不承認他是東東呢 來 好 從峻上城 天空格往下看 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形狀 魚還是蛇 還是獅子 還是鳥 來請坐檔 答案鎖定 沒錯 就是魚的形狀 對啊 那個真的很可愛 就是很像 妳有小時候那種 就是完整的魚 對魚的明乾 挑魚燒 欸 欸 東東咧 欸東東咧 東東 你離開啦 弄何聽習啊 東東太敏感了吧 他一定拿錯你形狀了 東東 東東 你一定不知道等一下要上台對不對 東東是誰啊 為什麼他 喜歡我這麼丟臉嗎 哈哈哈哈 我要笑死欸 還是一線吧 巨上木機的製作主要使用哪一種木材 哪一種 最貴的木是什麼木 快木還是山木 還是空木 來就是快木 耶 來喔我們還有五題喔 小批 小批欸 欸為什麼這個 怎麼會馬上變得一直 因為要快啊 你只要一慢的話 也快一點 好 好 即將慢入 第八題 快快快快一點 巨上木機的鞋底高路 設定為多少 我剛剛都講過 好 超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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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答案就是50 50已到 你看 99 喔 小批厲害喔 好 好不好 來 下一題 水豐原溫泉旅館房間設施包括什麼 來 剛剛我們有講 對 有沒有 答案就是露天溫泉 而且泡這個美人湯這樣子變水水 變美人 小批 小批 還有那個小華前三名 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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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看 最後幾題了 賣魚飯 花剛提供了幾種吃法 喔 剛剛 鬼鬼忘記了 趕快 你現在也記得 好 答對了 答案就是五種吃法 跟我們看營業中的比法是一樣的 好 小批 剩下最後兩題喔 你們手指都快一點好不好 要快一點喔 我們三樣的限量禮物喔 來 民谷吃雜店大虛本店的招牌地點是什麼 你們基本上早餐每天要吃的東西 什麼 答對了 答案就是 帳小三名字 那看起來真的好 小華上來了喔 小華 最後一題決戰點喔 快快快 大虛上面介入多少年歷史 我有講過 我有講過 多少 哇好緊張喔 好 好 我們即將要公佈我們有講這個真打的前三名 登登 有寫電腦 來 公佈第三名是誰 Jason Jason 那麻煩面道的現在請到我們面對舞台的右手邊前幾位 好 第二名是Mia 對 第一名是小批 來 你先來這邊stand by一下 好 我很奧錢那個關公道 來喔 天對舞台的右手邊 Mia Mia是我 Mia Mia是我 Mia Mia 好我們要確認喔 來 幫我們排前三名 第三名 第二名第一名這樣 好 好我們現在先頒發第三名是Jason嗎 Jason 我們請鬼鬼送上這個限量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溫泉手型 可以免費泡湯三次 好第二名 第二名 Mia Mia是我 Mia Mia是你的粉絲 哇 好可愛喔 這本人這個手型真的超可愛的 好第一名 第一名 歡迎第一名 哇 獲得 鮮亮目鏡 恭喜 是他們親手親做的喔 恭喜 對 然後我們再請我們三位 來來來來 不過來來來 目鏡不要走我們 放手機 來來來來 來 那也邀請我們三個先生 一起來大合照 好 好 好喔 來 看一下前方喔 道龍 耶 一個嗨 好 這是我們日本觀光局 跟我們和音樂中 強強聯手的 環珠屬於我的日本 同一個旅遊分享會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日本的文化 還有美景美食 好 那現場的各位 你們有福了 我們現在呢 要下去 跟你們進行大合照 來來來來 大家座位 如果我們坐後面也可以往前地補 因為這個合照是看得到大家的 好不好